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好的功夫能够更上一层的 把自己的灵感 经验再加进去 练一身自己最好的方法 我看到他是广纳各种不同的艺术资讯进来 像一个吸不飽的海绵 现代水墨画家李求迪老师 以生命历程作为艺术的养分 以灵魂的触动与情感的抒发 创作出一幅幅建画自行的水墨创作 其实墨话不用讲太多 其实它是它可以引发 诱发你观者心灵所想要的那一块心田 它给我的意念 它是一座旷野山的意境 让我的出发的感情 无法是为上法 而墨的孕运更是自我田径的深厚生命底蕴 李求迪老师也以墨作为寄托 传达对于社会的展望与期许 其实幽南望南山 南山其实是我心中的一个象征而已 那其实我还是有隐藏着对社会的一个隐忧 其实我还蛮忧郁年轻人的现代下的生活 那所以我用悠南望南山来寄托我对社会的一个期许 它利用了这个当代的一些自动性的计划来做一些技巧 比如说是什么秋货 山水 风景 表现一种非常微妙的 非常细致的 然后非常让人家感觉到新鲜稀奇的一些效果 所以那个机体看起来非常的细腻 非常有味道 这是它的特色 我们觉得这是当代水墨 新锐艺术家很精彩的一次作品的呈现 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新的一个笔法 对于水墨运用 以传统的笔墨为基础 那么再加上新的这一种方法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呈现的一次作品的展现 师承现代水墨之父刘国松老师 李秋迪老师除了拥有写实入手的思维与路径 同时拥有西方现代主义的抽象造型 并突破了煤材上的取用 形塑出虚实相生 流暗花明的独有国画机理 那么我不知道在传统水墨上面 其实最重要就是笔法跟墨法 但是球底它跟随刘老师之后 使得它一开始先不是从笔法 那么不是从笔法给它的一种 固然看起来好像并不是从毛笔下去 但是它变成打破了一些既定的框架 而显得更为自由 对一个创作者来说 我认为要做一个转换 它必须要有很多新的元素进来 那球底在这个转换过程当中 我觉得它掌握了一个很好的契机 也应用了它最让我们敬佩的一种求知的态度 不断地去吸收 所以在这个吸收过程当中 我会发现它的转来的养分 这样的转化之后 它在画面上第一个结构会更高 那美材的探索会更宽 然后它对于图像的感知力也又变强 其实跟着刘国聪老师学了那么多年的自动性技法 还有现代水墨 其实现代水墨讲究的是材料的不同 材料的探讨 还有实验上的技法 在墨在用色的颜料里面 我比较采用传统的美材 去行购我的作品创作方向 我也在纸张上我用了不同的方向去创发去研究 所以在这个美材上我想说有不同的激励效果 去形塑我以后的创作路线 李求迪老师以开放的态度积极学习 因而创造新的艺术风格 同时也传达出台湾未来社会的希望 其实台湾是有希望的 就像这一幅画一样 它绿意盎然 台湾本来就是一个绿意盎然的宝岛 希望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 好好的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台湾还是有未来的 李求迪老师以作品承载自我理念 持续将梦想向前推进 以灵魂与热血挥洒生命的喜悦与感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